開宗教 簡易的開宗教 今天進階級 在講宗教之前這一學期 我要強調一下末梢 這個人體 我們人體如果 你要講 我們既然要講保養經絡 就是從內臟出來的 內臟的十大器官 延伸出十二條經絡 那這十二條經絡 在我們的末梢 必須回流修化 人體有五大末梢 然後五大呢 我們看一下客人十七頁 十七頁 十七頁是不是有 一雙手啊 有 這五大末梢呢 來看一下 人體末梢 然後有五大 人人都一來之道 由我慢說又細道 請大家來入道 一來足底行千里 二來手掌要提膝 三來耳朵是自律 四來頭部也聽膝 五來歸音不離器 這什麼意思呢 足部啊 足部啊 腳跟手是最大的末梢 腳跟手是最直接的最大的末梢 因為你看我們的手要動 越有在動的人越好 但是有一點喔 冬天齁如果冬天到了 我們都沒有冷水的女生 沒有冷水的女生 末梢容易有狀況喔 回流就會比較壞 甚至有時候 你會嚇嚇嚇嚇嚇 當我們的手如果 嚇嚇嚇嚇嚇是因為冬天才會 摸到冷水才會 那是末梢有凍傷 如果是睡覺的時候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感覺手揮中 手揮中 或者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感覺手揮中 那個是乾血回流不好喔 那樣情況怎麼辦 我剛剛講兩個情況 一個是冬天 然後有什麼 其實台灣沒那麼冷 北方就戀涼 北方 或者日本 或者是 比較冷的地方 他們長年很冷的地方 他們都有好的設備 他們家裡是不會冷的啊 他們家裡不會冷的啊 路上的地方 他們車上是不會冷的啊 他們冷的也在外面有一室子 不過台灣不是喔 台灣如果一個冷 你沒有那個設備啊 就都很冷的 你連房間也冷 不管哪裡都冷 你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沒有那個暖氣設備啊 沒有那個暖爐設備啊 沒有那個暖爐設備啊 那種冷是 那種冷是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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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底冷 可以說很冷 台灣如果一個冷 全身都冷 而且全時間的啦 我來講全時間冷 早上起來冷 其實暗時也是冷 可是在國外 會是老小的地方 你現在呢 這個起床 回到屋子裡面是燙的啦 可是呢 出去冷 下雪冷 那是一下子而已 一進來就暖了 所以他們 他們反而 墨騷沒有 那種困擾的問題 反而他們的墨騷 沒有那麼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墨騷 我經常講到喔 那個 在四十幾年前 我們的教授 就一直在講說 人會老化是墨騷 這句話在二十來歲的我聽起來好像聽不到 聽不到 覺得說人會老化 老化不是有歲月的關係嗎 老化跟末梢還有關係 我黏不起來 黏不上來 後來是因為幾年之後 看到我們的電視在公告 在公告徐立民的記錄 這個阿伯阿伯 你想怎麼回事 會想土鬧 走 對不對 他們說是 突然間讓我們誤到說 我腳也不走 叫我走 不是我也走 然後另外一個廣告 印象很深刻 阿嬤你怎麼沒感覺 阿孫子要騎腳踩到阿嬤的腳 阿嬤說阿嬤是睡著了 阿孫子本來煩惱一下 阿嬤你怎麼沒感覺 對不對 他在廣告什麼 末梢血液循環的問題阿 所以我們的末梢是從 身體的器官延伸出來 讓我們要 要讓我們的身體器官延伸出來的通道要回流 我們就要注意他的回流性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講兩個問題 一個是寒 我們都噴冷水 沒在注意 或者有人感冒 為什麼感冒兩天還不好 感冒還超過第二天就會脫掉了 就會脫時間了 啊啊啊 感冒還不是都 一禮拜 不是都一禮拜嗎 要怎麼一禮拜 要怎麼一禮拜 要怎麼好 那時候沒有注意到 末梢冷了 連摸個水 連上個洗手間 先洗手都要用熱水 末梢如果趕快熱就已經好了 老平水 如果老平水怎麼不好 他手都冷冷要怎麼好 手冷冷要怎麼好 他說滑 用熱水 對不對 手要熱 腳要熱 老平水如果要好 腳要熱 手隨時保持熱熱 肚子熱熱熱 老平水就會停下來 馬上就停了 這個也是個概念 我剛剛講兩個 我一天再回來這個主題 不然我越拖越多 整拖到裡面都想要說很多 你知道嗎 我想要說很多 想到就趕快說這個 趕快說這個 我現在要講兩個 一個就是修煉 要注意 就是讓我們的手 手指頭莫梢 除了早上起來要按牙 河骨 宗族 好事這個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再來就是 你自己回家看看 你用你的這個指腹 回家的手 看會痛嗎 回家有什麼好處呢 你如果要回家 你說我這樣回家可以嗎 可以 不過沒時間 記得要花時間來回家 你就要回家背面 背面有毛孔 背面有筋路 有毛孔 有那個大小血管 它明顯 回家 要在動的時候 有兩個收穫 一個就是你的 那個身體所 十大器官 尤其我們的腳 是晚上回到家 洗澡的時候 就要壓一壓 手是隨時都可以做 手代表什麼 有四大器官 肺 大腸 小腸 心臟 四大器官都在手 大腸 小腸 心臟跟肺部 都在手 所以當我們的心臟 如果經常 這個血紅素的關係 脈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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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灰暗的感覺 血色不好的時候 就是手很重要 你的這個 整個末梢的子腹 都要被刺激 那你要被刺激 你回到他的時候 他也得到幫助 你心臟都沒有時間 他也得到幫助 待會兒我幫你回答 我先來說第二項 第二項 當你睡覺的時候 你覺得說手哪 感覺一早就沒有 現在怎麼會 會丟到 早上起來 手爪感覺不靈活 乾血回流不好 你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乾血 沒有幫你帶動全身的回流 代表 幫你造血的能量不足了 你的手就丟到了 這個時候 做什麼動作最好 喝檸檬最好 你只要有這個狀況 你就晚上睡前 一定要空腹喔 晚上睡前 就一個媽媽 不要喝任何東西 就是 一顆檸檬都好 一顆以上 你就是喝下去 用吸管 用吸管喝下去 就不會經過牙齒 不要讓他經過法郎質 吸管喝進去 你晚上這樣睡覺 你明天早上起來 欸 涼啊 他神奇 就是這麼神奇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肝臟需要安定 修復 安定修復 你的手就丟了 很嚴重的人 你大概連續喝一個禮拜 就鬆熱 既然鬆熱這麼好 為什麼不喝 那你說 沒辦法每天喝 那你一個禮拜喝兩次也好啊 一個禮拜喝兩次也可以啊 三次也可以啊 像我出國喔 現在都不能出國嘛對不對 像我以前常出國啊 或者是 寒暑假都要去洗澡啊 喝檸檬不是那麼方便啊 沒有方便的時間我就不喝 只要在家方便的時間 我就當做我的肝臟的保養 晚上睡覺的時候肝臟的保養 我如果睡眠去拆卸的上個禮拜講的對不對 好 我剛剛講這兩樣 就是 當你的手 如果抹抹抹抹抹抹 抹 你喝水 老皮水 老皮水 又一直不好 手一定是 邊的抹抹抹抹抹 年紀大的人睡覺的時候 會這樣抹抹抹抹抹 就是乾雪 乾雪 回流不好 然後晚上睡覺躺著的時候 躺到一半 腳怎麼會緊緊 腳啊 腳小腿抽筋 肝臟造血已經不夠你使用了 乾雪不足了 過日難不久 開始肝臟有一些在 在這個 不足的時候就會有一些 纖維化 脂肪肝 身體的負擔 腳就抽筋了 所以這幾個動作只要我們有注意到 這幾個動作 其實這個保養是不難的 今天我特別要講到中焦 但是我前提 我先告訴大家 你的手末沙會運用 你等一下把你的手放這樣子 我的手過去 我先講好 我的手過去 自己把你動 好 我敲幾下 你想像一下 我敲你 我這裡 我敲你 我痛還是你痛 我痛 誰痛 我會痛 我也 不會痛 你不會 我不會痛 我不是剃具 所以我的指腹敲下去 等一下你就要試試看 我敲你 跟你敲你自己 敲你自己 所以 注意看 我是把指甲都剪掉了 我要沒有指甲才可以 我敲你 我也得到健康 你被我敲 你也得到健康 何樂不為啊 因為我在敲你的時候 我的指腹刺激了 但是你的手被刺激了 了解嗎 所以你要學會以後 你等要我敲你 讓你感覺一下 假如你明天 黑青 我幫你敲了 你明天黑青 黑青 聽清楚 黑青 你不要去告我 為什麼說 這代表你本身的回流不好 那老師 這樣要怎麼做 黑青 要怎麼做 差距離刷 然後呢 隔一天喔 你還要繼續敲 每天都敲他一次 每天都敲 就這樣 我敲自己不會比較輕喔 每天都敲他幾次 然後敲 幾秒鐘啦 你看喔 我這樣算喔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幾秒鐘喔 敲完之後 你如果黑青 代表你的回流很好 但是你隔天再敲 隔天再敲 再敲你一個禮拜後 你就不會黑青了 第一天黑青而已 黑青一次而已 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回流不好 但是打開 打開之後他回流很好 因為我們的器官裡面的巡行 到了末梢 腳啦 手啦 耳朵啦 耳朵要常常揉 才不怕的 常揉耳朵的人不怕的 頭 男人的龜頭 女人的陰地 這叫五大末梢 很微妙的 天地之間 這個叫大周天跟小周天 我們就是小周天 整個宇宙是大周天 那我們就是他的縮小版 宇宙有的發生的發現的 在我的身體都找得到 只是不同的生命型態的呈現而已 所以把它打通了 我們這裡都有非常多的阻塞的脂肪米粒 脂肪米粒都在這個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 很準的 就這樣 來 現在你的手拿做中空 看你要放哪一隻手給我都可以 從這邊拿 阿喜的手 好 春天養肝 醫生說春天是養肝 沒錯 春肝下心 秋肺東盛 上個禮拜有講到長下對不對 長下要保養什麼 長下 脾胃嘛 也就是一年四季都要保養脾胃的啦 脾胃代表什麼 脾啊 脾啊 脾一年四季是不是都要很讚耶 所以脾叫做後天之氣 脾啊 六十六念 看一下六十六念 脾啊 脾土啊 脾胃俗土啊 脾胃俗土啊 脾胃啊 都不能復甦 意思就是這樣啦 長下嘛 長下是什麼 還記得嗎 上禮拜 長下是什麼 長下就是在說 你說春天的 現在是算春天嘛對不對 春天的這個 中間開始 還不到 還沒有結束喔 頂巾開始 有時候熱 有時候冷 三個禮拜是不是很熱 這兩天是不是又冷 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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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又冷 所以一次冷 現在春天要轉夏天 一次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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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天氣是這樣轉的啊 所以這個都叫長下 明明就 夏天啊 明明就秋天啊 都算長下 所以長下是 他的手是 包含 應該說生出去包含很遠的喔 這一年 如果嚴格說起來 只有幾個季節啊 明顯的季節只有幾個啊 春 長夏跟冬 是不是這樣 夏天呢 夏天在長夏裡了啦 秋天也在長夏裡了 所以長夏包含你看 秋天說十一月喔 十一月喔 十一月 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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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冬啊 冬啊 沒有冬啦 對嗎 十一月沒有冬啦 偶爾啦 在那個倫年的時候 倫年齁 這個流年啦 流年的時候呢 像去年的十一月就開始冬 可是不是常常這樣 那是一個流年啦 流年剛好那個去年是什麼年 蜀年嘛 庚子年吧 今年叫辛丑年嘛 所以那個流年的變化 流年的變化 幾年會有一次這樣 幾年會有一次這樣 那個不是那麼常態的 所以我們是跟著時間走 跟著地球的旋轉走 那剛剛就是在講 這個村竿下心喔 然後我再回到我們的末梢 末梢除了末梢巡行通暢以外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中交也順 中交是什麼 人體十大器官 上交心肺 橫隔膜以上心肺 心臟跟肺部都在橫隔膜以上 那心臟因為卡住 應該說佔用了靠左邊 中心點靠左邊的位置 所以我們左邊的肺片頁有兩片 右邊的肺片頁有三片 所以我們的肺片頁有五片 這五片呢 為什麼會不均勻呢 因為靠左邊有一個心臟 他的位置就卡在那裡 所以在橫隔膜以上有兩個大器官 就是心臟跟肺部 橫隔膜以下跟肚臟以上 叫中交 今天要來談中交 中交呢肝膽皮胃 上個禮拜我們壓的是什麼 來看一下課本的七十六頁 我們上禮拜所壓的呢 神卷上面的藍門 神卷上面七十六頁是任賣 神卷上面有一個水分 水分呢上面有一個下文 好 那藍門在哪裡呢 其實六頁我寫的是 我這個當時在做校對的時候 我校對好 來請把這個虛線擦掉 把藍門呢放在這個地方 水分跟下文的中間 藍門把這個虛線打擦 把藍門的位置 虛線改在水分跟下文的中間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紙喔 穴位的指頭怎麼算的 103頁 看一下103頁 穴位的指頭是這樣 兩個指頭叫一寸半 誰的一寸半 你的穴位的一寸半 我的指頭是我的一寸半 你的指頭是你的一寸半 三個指頭叫兩寸 四個指頭叫三寸 大拇指的寬度叫一寸 一寸 所以我們神卷到水分 是一個大拇指的寬度 水分到下文 是一個大拇指的寬度 來看一下 神卷到藍門是兩個指頭的寬度喔 這兩個指頭 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兩個指頭 不可以喔 不可以 嚴格說起來 有那麼硬是沒有那麼硬 如果老師我壓得不準 有效嗎 壓得不準 壓得很準 一分鐘內有效 壓不準 五到十分鐘有效 是不是有效 都會有效的 都會有效 所以你在講 我在量兩個指頭跟四個指頭 你說啊老師我可不可以 神卷到藍門是兩個指頭對不對 那下文上面有一個劍裡 劍裡 神卷到劍裡是四個指頭喔 那我等一下壓起來 會不會剛好這個藍門穴剛好 在中間啦 不會在中間 不會在中間 因為 這個小指頭是不是比較瘦 我這兩個指頭 跟這兩個指頭 哪個比較寬 前面就寬 當然這兩個比較寬 對不對 知道這意思嗎 所以我等一下在量的時候 欸 兩個指頭是藍門穴 我的手呢 放在神穴 第二個指頭這裡就藍門穴 可是呢 我要用 找劍裡穴的時候 我要四個指頭 這個一樣放神穴 然後第四個指頭 這裡就是劍裡穴 所以你說啊老師啊這個兩指 啊這四指為什麼 不會剛好劍裡在中間啊 當然不會在中間 了解這意思嗎 然後四個指頭 叫做三寸 我們每一個人同身寸法 你的指頭適合你的穴位的寸法 通常我們在幫人壓的施作的 施作的工作者 通常是會看一下你的指頭 然後就用我們的指頭去量 你的指頭被我壓的人的指頭 比我瘦我就會縮一點 被我壓的人的指頭比我胖一點 所以我就會寬一點 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好 那為什麼要開中膠 因為中膠四大器官 它掌管了什麼 掌管了你的新陳代謝 好 的啟蒙 因為有很多人會機器 好 擠去啊擠去 不吃就中去 吃肉也中去 好 很多人會問我們 欸老師為什麼 我整天都脹脹的 我吃飽也脹脹的 我沒吃也脹脹的 好冤枉喔 我吃很少也燙 好冤枉喔 我吃很少也燙 好冤枉喔 為什麼人到了一個年紀 好像到了這個 稍微以前啦 就是更年期之後 體型才變 現在都不是 現在都工作著 忙碌的工作著 體型就開始變了 好冤枉喔 跟我們吃有關 等一下壓穴道之前 在這個過程 我先跟大家談一下吃 談一下吃 希望可以協助大家 在吃的概念上 釐清 釐清你平時都吃什麼 年輕是本錢 可是我們通常會來上課 都已經快沒本錢了 我說得對嗎 就要沒本錢了 大嫂 沒吃也這樣 很完美 晚上都吃得到 沒有公強我吃 對啊 他吃比你更多 對嗎 很難忘 我們對於吃可能是這樣的 從我們這一代 剛好從農業時代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是小時候 我們慢慢就被養成說 哎呦三重吃的肉就好 吃肉最重 人也吃的肉 三重夠的肉 那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基本的嘛 基本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沒去 沒去 沒去說 很講究 很講究說我們身體需要什麼 其實我們身體喔 自從在這個 五 應該說五十幾年以來啦 我是六十幾歲了嘛 我那個時候還很小 五十幾年以來喔 我們風衣足食 從那個時候開始 慢慢的進步 慢慢的進步 那時候我還要做孩子的事 對吧 那時候要先進步 大家知道我住過孤兒院嗎 沒有 沒有 我住過孤兒院咧 為什麼 我跟你講我吃過收水長大的咧 這個故事很難 很難讓我再去 有時間去提起 不過呢我覺得還是會有機會的 為什麼 在那個小時候有這麼樣的 一個機會的震盪 我們家庭的變動這麼大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是上天給我們 很棒的人生的一個歷練 所以看很多事情就不會看單面 很多事情的角度不會看單面 好我再回來再講到那個 講到那個吃 像我們平時 我們會覺得三餐要夠飽 所以到了稍微現在有一點點錢了 時間也夠了 也允許了 然後就會讓自己呢 早上起來啊 就有什麼吃什麼 然後甚至 有一段時間 你有沒有覺得香腸很多 香腸很多 這十年來慢慢的減少 有沒有發現 在十年之前 以現在往前推大概十年之前 由於台灣 你看那很漂亮 中風很漂亮的香腸很多 那個都是學西方 裝潢嘛 然後就是以那個就是 喔現烤的然後自己夾嘛 對吧 喔啊感覺到說 喔現在有一點錢 我還可以進去自己夾 喜歡看到的 你多少都沒想 沒想再吃下去 這樣念就 就心裡覺得滿足感 對吧 心裡覺得滿足感 所以呢 慢慢的也就讓我們 在這個部分 就掉進一個陷阱裡面了 我們是一個海島型氣候的台灣 我們這個土地種得出來的 就是米食 我們如果以大麥成為我們的主食 我們就會失調 我們的豚子就會不大 再來就是 就是在西方的這些食物 都糖分加很多 欸本來那個五穀雜糧之類的 碳水化合物 麵包啦 飯啦 地瓜 這都是碳水化合物啊 這本來吃到裡面 就是要轉化成為糖嘛 糖類嘛 乾糖之類的嘛 糖分嘛 那這些呢 會讓我們去燃燒 然後成為我們身體的能量 可是當我們的身體喔 如果又經歷經的壓力 睡不好 然後肝臟的儲存能力也降低了 疲勞過度 然後很多的燃營沒有去均衡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會變成一種負擔 身體就變成一種負擔 所以我都建議 嗯 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的 在這個知識水準 已經有一點 這一方面的資訊很多了 應該要講究 我們每天該吃進去多少東西 我首先要談的就是 嗯 那種有什麼 599啦 699 799 這種餐廳或者 你知道我吃到飽的喔 那種餐廳這麼多喔 糖尿病的就越多 一定越多 為什麼 欸 養成我們這個八豆肉 但是餐還不餓 餐廳還不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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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覺得 我今天同樣花799進去了 可是我很飽了 我實在餐廳到這裡啊 餐廳到這裡 可是 我最後還有三種餐廳還不吃到 還不吃到 我至少要把它吃了再說吧 然後就會撐著出來 撐著出來 欸這是那個人性嘛 對 所以我們都掉入那種陷阱 所以我們很難均衡我們身體所需 要讓我們重新回到健康 其實有一個概念 不要吃那麼多 那不要吃那麼多好難喔 啊有東西不需要吃 做人不敢說 有東西不需要吃 做人不就要那麼辛苦 我們不需要怕死嘛 但是呢 要 要在我們有生之年齁 一定要能夠治癒 活動要治癒 這是我們學經絡科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目的 活動要治癒 所以讓我們身體的轉化的糖分齁 在我們的中焦齁 不要讓它過度疲勞 中焦 肝膽脾胃 我今天要講的是肝膽脾胃 不要讓它過度疲勞 吃的東西勝選 我跟大家分享 怎麼吃啦 關於營養我們還有 這個好多營養學可以去了解去學 但是呢 怎麼吃在我們簡單的生活裡面 早上起床我是不是講 我們人是怕冷的 健康的人是肝膽脾胃是熱的 生病的人肝膽脾胃是練的 死去的人斷氣的人肝膽脾胃是變的 整身體都變的 血液不動的嘛 冰的沒有氣了嘛 沒有氣就是冰的嘛 所以冰的叫做死的人 冰的人叫做涼的人 健康的人是熱能的 有熱能的 燙的 所以早晨起床為什麼 第一杯是喝熱薑茶這麼重要 喝水行不行可以 差別在哪裡 喝一杯開水你的舌頭的溫度 可以進去的溫度 你到肚腹裡面一樣的溫度 如果喝薑茶你在喝的那個很燙你喝不下去 可是你可以經過舌頭的溫度 到肚腹裡面是加倍的溫度 所以當我們人體有那個心善的功能 尤其從消化到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腸下 脾胃嘛脾胃屬土 土就是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 你全身的營養素都要從大地之母幫你養育 所有的你看的 有生命力的花啦草啦青菜啦 都是需要好的土 意思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有好的健康的皮肉啦 這個血液循環 都是因為你有好的皮土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 阿水就對了 阿什麼 在你的消化道裡面 阿水阿會燙爛的 能量的熱能起來 再來呢我會建議 像我個人我都覺得吃水果是第一道 太重要了 水果是第一道 所以我薑茶喝完我就開始 甩手啦運動啦走一下 讓我自己有一種熱的感覺 薑茶喝完你會有 你身上會感覺心善的感覺 心善意思是什麼 心啦辣 心就是辣 有沒有 就是感覺有一種燙起來 然後燙起來 辣的意思嘛 散發嘛 像日本話叫 烤米 散發嘛 所以喝完之後運動一下 吃水果 阿水果第一道要蘋果 老師那感冒如果吃水果會不會更冷 好所以那個水果你就不要從冰箱直接拿出來就這樣吃 齁 第一道還是吃蘋果 哪怕是冰箱拿出來的水果喔 蘋果都不會那麼冰 為什麼你知道嗎 水果跟木瓜 從冰箱拿出來哪個比較冰 木瓜 對木瓜比較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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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異果跟蘋果哪個冰 奇異果比較冰喔 蘋果單瓶酸非常豐富喔 它不會讓你覺得吃起來 味冰的感覺 西瓜更不行喔 知道我意思嗎 那是涼的很涼 蘋果不會喔 蘋果很夠有的 蘋果是先搓囉 所以我們台灣水果這麼多對不對 蘋果要第一嘴吃 哪怕你吃的 量都不是吃很多 不是像你這麼會吃 我吃很少 沒關係 蘋果第一嘴 八分之一也可以啊 對不對 第一嘴 再來吃白香 但是在冰箱剛拿出來很冰的水果裡面 有感冒的情況下 不要一聲吃那麼多 不要一聲 還這麼冰就這樣吃下去 老師假如蘋果拿來加熱 嗯 我不建議水果加熱 為什麼 會破壞它的原油的維他命C 要破壞 我們要吃水果目的就是 它不用煮過嘛 對不對 削皮不用煮過 然後稍微不要讓它這麼冰就這樣吃 稍微 那感冒就不要去打汁喝喔 打汁你已經成為水分就更冰 那如果把那個拿出來泡熱水 就是讓它退冰 你說水果泡熱水嗎 對 我覺得有寒皮的泡熱水一下馬上要吃OK的 寒皮的一下馬上要吃的 你說泡熱水你沒有 你等下泡完熱水你沒有吃完是不行的喔 會壞掉 會壞掉 你要吃的量泡一下馬上 比如說昨天吃沒有吃完的巴熱啊 通常出來對不對 因為太冰了嘛 我可以進一個熱水 讓它變成腸腸 可以 所以我跟你說 因為像巴熱你是不是 切一切 切一切 熱水沖一下馬上倒掉 沖一下熱水就倒掉 你不要泡在那裡 不要泡在那裡 因為泡在那裡 你的營養素很多會被破壞 沖一下馬上倒掉 速度要很快 那你不要讓它那麼冰 你就可以吃下去了 老師那是先吃水土蛋 喔NO 不要先吃水土蛋 我跟你講有很多營養師會告訴你先吃水土蛋 但是呢 我的那個經驗跟我的那個認知的推理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早上起來 我剛講早上起來 你的肚子你的血液當中 什麼都已經恢復空腹了吧 那空腹呢 第一餐就是在準備要接收你給我最好的 你把第一道最好的給我 你第一道給它的東西 它是全素吸收 第一道 第一道 那第一道是什麼呢 你給它完全沒煮過的叫做水果 吃進去 轉化成為身體的營養素 糖分 然後再轉化成為 從那個立腺體 從細胞裡面去吸收之後 成為你血液中的最漂亮的血液 第一道 所以第一道你可以不要吃太甜的 蘋果 除非蜜蘋果就很甜啦 你就不要吃蜜蘋果嘛 第一道不要吃太甜的 因為吃太甜的 你身體的糖分血糖 疑老數馬上就會升高 你不要吃太甜的 像 達勒 像那個奇異果 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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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些都很好啊 不要吃太甜的 比較甜的你就放在後面 或者比較涼的像鳳梨之類 所以你就放在後面 全部都吃差不多了 再吃的比較甜的放在後面 吃幾樣 那你會選有機的話 我沒有選有機的 因為很難判定它是不是真有機 除非我家自己種 那我不可能說 我們家有種你們家都種 是不是 不一定要都有機的 然後你說這個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心態 對於地球的心態 種的人 吃的人 都是一家人 我會害你嗎 我不想害你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會被害嗎 沒有人願意害我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來自同源嘛 那樣的心態 就接受這個 整個地球給我們的所有的恩物 好 水果吃完了 接下來要吃一顆白魚蛋 好 上禮拜我是不是有放煮那個 煮蛋 那個叫什麼蛋 那個溫泉蛋 很好吃耶 我常常 我幾乎啦 每天都至少吃兩三顆 你這麼好吃喔 我好未知喔 因為我沒有吃晚餐 早餐是我的大餐喔 早餐是我一天當中的 很豐富的大餐喔 請問一下如果水果蛋吃兩顆 可以嗎 可以啊 不只吃兩顆耶 我有時候吃三顆耶 不會啊 所以五顆也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你只要吃得下 可是你要知道喔 你要留一點肚子吃別的 你不是要把五顆吃 這樣滿了就好 對啊耶 對吧 水煮蛋要煮到好吃 你吃三顆你都不會覺得太多 煮到好吃就是那個蛋黃還是甜的 也就是那個蛋黃不能熟掉 蛋黃如果熟掉了之後呢 蛋黃邊就會灰灰的 黑黑的氧化了 你吃不下 太乾了 太乾了 你看喔 那個蛋黃還嫩嫩的 切起來 中心滑滑滑 那個蛋黃好甜喔 好甜喔 軟鈴汁都沒有被破壞喔 對你的什麼很好 對你一天當中 你心臟的體力 你如果有時候覺得很害怕的 你今天沒吃蛋 而且你吃 如果你說 有耶老師我吃蛋耶 你吃過氧化的蛋 你吃乳蛋 你吃煎蛋 你吃叫什麼 Seven的茶葉蛋 你煮的蛋超過十分鐘 你還要 喔喔喔喔喔 現在是幾點 我早上還八點 好不好笑 蛋喔 要吃 剛好就好 好吃又甜 又幫助你心臟的軟鈴汁 推動潤滑劑足夠 你就不會覺得上氣接不到下氣 你就不容易覺得好 呼吸不順 如果你常覺得呼吸上氣 跟肚子的氣好像 大腹大心氣 聽過嗎 大心氣 要吃蛋 吃什麼蛋 吃 白煮蛋的蛋黃 蛋黃 蛋黃 你一天吃五顆看看 兩天 不然你 喔 空氣怎麼這麼爛 那一天好像住在陽明山 我不誇張喔 我真的不誇張喔 我這樣講就是強調讓大家認知 你身上需要的是什麼 好 那吃完蛋之後你還吃得下的話 你想要讓你的排便更多的話 你怎麼煮 怎麼煮喔 在網路有 我放在群組了 你在群組看 我上禮拜放在群組了 群組好像記事本嘛 這個是 放在群組 然後吃完了之後 那個效果如果覺得說 那我可能會吃一點麥片 不多 或者如果有地瓜也不多 一小口都好 我基本上不會讓我自己早上就吃飯 我早上一定不想吃飯 但是有時候出門去旅遊什麼 你要早餐就是那麼的 那我可能就會跟著吃 因為中午可能要很晚才吃那個路程 那我就會吃一點 不會吃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都是碳水化合物 容易讓你習慣應用生糖 那如果我們腦袋裡面經常 一天當中讓自己三餐都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讓你依賴它的話 你到了中年 你的胰島素就會失調 你身體的胰島素就開始失調 主抗 因為你習慣吃飯 吃麵 我剛剛有講喔 以我們這個海島型氣候的人 你要把麵包啦 饅頭啦 麵啦 當作副食 不可以當主食 當副食 副食是什麼 吃一點點心的 可以吃 出門啊 一禮拜吃一個下午茶 可以 不可以每天吃下午茶 不可以每天吃下午茶 你看西方人都有早茶下午茶對不對 對不對 大陸的廣東那一邊啊 都這樣養茶 香港的養茶才有茶 那都糖尿病的那個族群特別的多 特別的多 我們沒有資格這樣吃的 以我們現在的那個豐衣族食的社會 目前情況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條件可以這樣吃 所以 讓我們身體的胰島素 中焦啊 中焦 一天吃一餐飯就好 一餐 我要講的重點 如果你已經有更年期的這個年紀了 年輕人不可以啦 有更年期的年紀了 我都建議不要都吃三餐 盡量不要吃三餐 讓你至少能夠有一餐十幾個小時的時間喔 讓你身體有足夠的消化代謝的時間 足夠的消化代謝時間 不然 呃 像之前很多人說啊去游泳池昏倒 喔快就吃天啊對吧 這是我們一般人都知道嘛 其實不對的 齁 因為他的腦袋已經習慣 習慣糖類來供應他的體力啊 啊這樣子會依賴 一直用糖分來供應他的體力 那這樣是依賴的 所以讓身體呢有空檔的時間 啊你可以 我都選擇 最好是晚上不要吃 因為晚上離睡覺太近了 離睡覺太近了 那個消化都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能夠吃到中午吃完 就不要再吃了 任何東西都不要再吃 因為你現在像這個時間 7點到9點是心包經的時間 他在走心包記憶就是在幫你掃毒 在幫你掃毒 那你現在東西又給他的時候 他那個掃毒的掃法就會再掛在牆壁上 掛起來啊東西都進去 好啦 胃酸你要努力啊 膽子你要努力啊 那個胰島素你要努力啊 你們這些消化液你們去努力的 我掃手快掛起來 不然待會干擾到你 他很客氣喔 很客氣喔 所以當我們這個時候給他空腹的時候 可以喝什麼 喝水 喝水可以喔 你不要去喝什麼牛奶啊 豆漿 你喝檸檬原汁可以喔 喝水可以喔 盡量讓自己的身體的那個需要的能量喔 不是依賴身體的葡萄糖 當我們一直在依賴糖分的時候 我們到了一個年紀 我們的胰島腺素喔 我們的胰島 胰臟喔 它退化的速度就會很快 因為他一定要幫你努力 所以我上禮拜有講 你不要吃刺繡啊 不過我這樣說齁 我常常都覺得 我不知道走到伯爐那樣 勞捕捕捕捕捉 為什麼呢 大賣場 不是太多的東西嗎 一有節日啊 一有節日太多的東西 那賣給誰啦 對呀 賣給誰啦 對嗎 賣給 太粗 不是啦 賣給 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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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給 賣錢 賣錢 不太重要耶 就是想法很餓的人 這樣講 所以有時候這個要開口要講 有一點這個 要能夠理解啦 我覺得從那個 先心理準備很重要 心理準備 我之前十幾年前 我準備不吃晚餐 那個時候開始 我也是想很久耶 我說:「嗯 我 因為我知道 更年期快到了 我一定要 要保持我的不发胖 保持我的健康 保持我身体的用同体的 同体知道吗 生同的同 同体并不是生同饮食 保持让我的身体的 空腹的时间多一点 让我身体能够发展出 同体的能量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可以不要吃那么多了 不要吃那么多了 那以我们对中医的疗法 古代的经络疗法所认知 想要吃甜点可以 一个礼拜就选择一天 最多两天 然后吃饱饭 就吃一点甜点 以前是餐餐 不是一天要吃一次甜点 一天要吃一次甜点 只能在中餐之后 吃一点甜点 后来慢慢慢慢让我自己觉得 我越来越没有本钱了 所谓的没有本钱的 本来是五十岁 我差不多五十岁 那个时候开始不吃 还不到五十岁就不吃晚餐了 到了六十岁我就发现 我连下午茶的中餐完的甜点 我都剪掉了 剪到剩下一个礼拜大概一次 一次 最多两次 就让我先练习 不去碰他 我觉得那个要先心理准备 我今天讲出来也就是呼吁 引导或者是告诉大家 你先有心理准备 而不是说我讲完了 老师叫他阿姆不要吃了 我们就很辛苦 他就想 人家就这样会好 会更健康 很辛苦 心理觉得很难 你不用那么勉强自己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那个心理准备 无论你准备多久 有些人准备一年 有些人准备一个月 有些人准备三年 至少你有心理准备 至少你有心理准备 有一天你就会执行到了 比如说 你要清胆 你用那个静甘露的 静甘露的方式清胆好了 一天是 老师我到了第三瓶 我就快晕倒了 我都没力了 我今天闻起了 要怎么 我到了第二瓶 我好饿哦 好饿怎么办 其实你知道吗 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吃了清甘力胆了 那前面四瓶 或者到后面的两瓶 或者三瓶 你觉得 这当中饿到不行 血糖都降低 你那个时候赶快躺下就好 好啊如果 你那个在清甘力胆那当中 你肚子一直告诉你说 我好饿 我好饿 我头都晕了 我好饿怎么办 我的没体力 我要坚持下去 如果那只有15分钟 你给自己的意志力 15分钟就过去了 恭喜你 你撑过了 因为那不是真的饿哦 那是假饿 那个是身体的机制在告诉你 那你每天这个时候都让我问我 你现在怎么没给我 你这时候怎么没给我 他会跟你要哦 那你如果跟他说 你跟他对话 学会跟自己器官对话 你说别吵了 今天不是在拼手吗 别吵了 别吵了 今天妈妈在拼手 你今天人在拼手 休息就好 今天没东西 你就跟自己对话 别吵了 今天在拼手 你在旁边乖乖的 等我打扫完 我给你好东西 15分钟之后你会恢复 不饿就一整天不饿了 15分钟 我们人体的机制是这样 我举个例 人体是有一种记忆 我们的细胞都有记忆体的 比如说你看到那个 那个 刚刚过完年嘛 过年 你刚刚住在社区 大社区 你会看到过年前一个月 哎呦 旁边哪有 什么家族都搬出来 家具 九层新的沙发 看起来衣橱 怎么都搬出来了 有两种人的反应不一样 一种人 好走 走就说 哎呦 我们开始在拼手了 开市 pedir学生 我们家也好来 有什么要穿一段 沙发也什么穿一段 人家在拼手 开始拼拼手 活该走 人家没差 那怎么想呢 走过啊 哎呦 这寻 digital winged ooo 啊啊 啊啊 啊啊快點到下人幫我搬搬啦 快叫人來幫我搬搬啦 搬在那裡搬那裡搬那裡搬家裡啦 那家裡有在放嗎 沒地方放啦 家裡沒地方放他就會怎麼這樣 把他臉上踹開 啊這才有幫他洗一下 啊他啊沒在放他不拿不開 什麼現在他沒對嘛 啊有一天我們一定會派去啊 啊他還要再生啊還要老的 所以他拿不開 所以那間廚裡面好像什麼 本廚房 對嗎 像他本廚堆的嘛 因為沒有用到的他拿不開 啊他就有香他都把它洗 洗到麻麻麻 所以他的身體這個機制就這樣 好 那好家人不是這樣好家人說 哎呦那不要讓我看了啊 頂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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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我不要看了就好 所以他身體不會堆積這麼多 根本用不到的東西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是一個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意念 意念 你先有那個概念 先有那個意念 然後呢 讓你的身體保持 保持你所需要的就好 早上吃 營養一點 水果要足夠 蛋白質要足夠 靠雞蛋 豆漿牛奶都可以 蛋白質要足夠 中午呢吃一些飯 你如果沒有吃膳食纖維 你放不膳 排便喔 會很少喔 所以你還是不 還是讓自己 鹹鹹的油 吃一點飯 那吃的飯 我是不是煮了二十一股米 我還特別強調 二十一股米 還要再加糙米 還要再加黑米 我後面呢 為了讓大家更好吃 我自己也研究 我就再加 其實那裡面都有了 我就再加大麥人 其實二十一股米裡面都有了 只是它的量是均勻的 為什麼我會PO出來 上個禮拜三就是有個學員 都明白了 老師 我們家只有我愛吃而已 全家都不愛吃 我都不知道怎麼煮 我聽完這樣 我說 一點魚煮得不夠好吃 你如果煮得很好吃 怎麼會白吃 煮起來像日本的那個白米QQQ Q彈有盡 怎麼會外吃 後來我就覺得 啊我明白了 一定是你們很多人在煮的時候 是二十一股米買來就是 煮五粵就說沒有粵都二十一股米 當然不好吃嘛 痠痠嘛 了解嗎 啊老師啊 二十一股米買來不就是二十一種都有了嗎 為什麼你還要加糙米 為什麼還要加黑米 原因是什麼 因為二十一股米 如果你要這樣子的話 你變成你買來的二十一股米 大部分都是糙米 糙米燒得貴 糙米是裡面最燙的 最燙的 你花二十一股米的錢 你買了那麼多糙米幹嘛 你知道有意思嗎 所以二十一股米用意是讓它均勻分配 均勻分配 然後糙米對我們來講很需要 很需要但是它便宜 我可以分開 我就糙米兩杯 二十一股米我可以用兩杯 那或者你可以用一杯八分 然後兩分就用大麥人 大麥人對於血壓不穩定的人 高血壓的人也很好 其實它裡面也有了 只是量我再增加一點 然後增加了大麥人在二十一股米裡面 這樣煮起來很Q彈軟嫩 試試看 每次在煮飯的時候那個香味喔 整個廚房的香味喔 都覺得說胃口大開 但是吃二十一股米的好處是什麼 你的胰島 它因為它消化粗纖維消化很慢 你的胰島素不會升糖這麼快 不會升降T這麼快 你到晚上就不會養 如果吃白米喔 你到現在下落山就不勝算了 隔天排便就放下落山 量會很少 為什麼 因為它的比較起來 二十一股米的營養夠多 營養豐富 又纖維質各方面 吃起來不會讓你有負擔 有點黏一點吃 慢慢吃 然後晚上就不要吃 盡量不要吃了 如果真的要吃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腰感觉就很想吃 那你就练习吃一点 没办法了 不犯法了 想自己练习 先有想法准备好 就像要吃静甘露之前 先准备好没有准备好 先不要吃 要吃静甘露的前两天就先准备好 我礼拜六要吃你了 我礼拜六要来清扫了 我礼拜六不吃饭了 我要来清扫 先准备好 然后每天看他一次 每天看他一次 我礼拜六要吃你了 好我礼拜五呢 我来吃饱 然后呢礼拜六要吃你了 礼拜六我不吃饭了 我要吃你了 就跟他讲 讲了两三天 讲到礼拜六早上要吃的时候 就拿起来就说 我今天都不会饿了 我今天都不饿了 因为我今天身体要大扫除 我今天都不饿了 利用身体清肝力胆大扫除的机会 让你练习经常有肚子不放东西的一个习惯先建立 肚子经常要让自己不要放东西 不要放东西你身体的机制会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聪明 你知道为什么我晚餐不能吃吗 我晚餐是不只不要吃 我是不能吃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吃了我没办法讲课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吃了我就没办法讲课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因为思绪很乱 我当我空腹的时候 我晚上是空腹 我中午吃完的时候 我晚上是空腹的时候 我的脑袋里面是很清楚的 思绪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灵感 你需要像创作家 很多都是过五不死的 我后来明白了 为什么很多需要灵感的人 需要灵感的人 你如果三餐都吃的人 基本上没有灵感 基本上没有灵感 为什么呢 看到什么都忘了忘了 所谓的代表就是 现在是要创作一个东西 就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那个塞住了 什么塞住了 糖分塞住了 糖分会塞住你的脑袋 糖分喔 葡萄草糖会塞住你的脑袋 所以让自己的体能要空 要空 身体 我倒来的东西 我现在要放空 当我放空的时候 我内在的灵性 内在的觉知 那种感觉跟感动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我在回答 我们群组的问题的时候 我不能吃东西 你们不能不敢相信 很难理解对不对 我如果今天休息没做什么 大家在开工聊天 我就放松吃东西 我吃东西那天就脱脱了 了解我意思吗 脱脱了喔 脱脱了喔 没有灵感 没有灵感 你跟我说什么 我也是 没有灵感 就是一对一打而已啊 可是如果我要灵感 我要很深入的灵命的灵感 我不能吃东西 肚子一空 那个里面的那个感觉很 就一直涌上来 请问一下让你这样给晚餐 不是你中午的话要吃几分饱 要吃很饱吗 也没有耶 差不多八分饱 八分饱 以前我可以吃到九分 我现在吃八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又过了六十二了 又过了六十二了 八分饱可以了 我如果六十五岁 我可能会七分饱 真的六十五岁 我大概就七分饱 七十岁的话可能 一分饱 几分 一分哦 七十岁的时候应该会六分饱吧 我还不知道 还没有到七十不知道 对不对 人没有到那个年纪 真的还不知道 只能说推测吧 推测 我现在大概是八分饱 那请问一下 坚果是在什么时间吃的 坚果啊 要吃坚果 每天我都会 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的中餐那个饭 我就会抓大概 中和的啦 大概十颗左右的坚果 放在饭上 好好吃哦 跟我做一个动作 好 那你说 那这样会不会太油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常吃那个韭菜 我用烫的哦 韭菜我用烫的哦 整条没切的哦 整条哦 因为韭菜现在很多对不对 我们这样自己种很多 都整条没切的 一把下去烫完起来 就烫完起来 酱油淋一点 如果你吃了又炒的青菜 我就不建议你再吃坚果了 如果你青菜用炒的 一件有油啊 就不要再吃坚果了 可是我基本上青菜 除非像菠菜要用炒的 像那个花椰菜我就用烫的 像一些青菜我用烫的 我就会吃坚果 像我今天中午我也吃一大把坚果 大概十颗左右吧 中午一个 早餐 早餐 可以吃啊可以吃 看你一天当中 你吃一次就好 吃一次 一次 你不要三餐都吃哦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那是好油 但是还是油啊 是好油但还是油啊 你如果早餐你下天到了 你可以打汁喝 然后坚果放在水果汁里面 但是我冬天我基本上我都不太爱 夏天后我不太爱吃打汁的 因为打汁不用煲 我要咬 越咬合 你如果水起有哪儿煲 你这两边肌肉越扎实 不容易松弛 下巴脸不容易松弛 越肌大煲你会松弛 一餐就好 可是你要算一下 如果你一天你吃的菜 炒的油如果很多 不可以再吃坚果了 尽量烫的 对尽量烫的 OK吗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来